水浒传一只鸡改变了梁山伯的权力格局 一个乙穴能让千里之鸡毁于一旦 一只鸡能做什么呢? 改变梁山伯权力格局 一只鸡不贵 在水浒传里也不贵 新水浒传可是偷来的一只鸡 那就贵了 可能会坐牢 还可能会遭到主人的追杀 水浒传里就有一个好汉 偷了一只鸡 被追杀 圆着道 石尖道 小弟却才去后面静手 见这只鸡在笼里 寻思为神与哥哥吃酒 被我悄悄把去西边杀了 提桶汤去后面 就那里咸得干净 煮得熟了 本来与二位哥哥吃 杨雄道 你这丝还是这等贼手贼脚 石秀笑道 还不敢吻行 三个笑了一回 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 一面盛饭来吃 石奈安水浒传百回本地四十六回 并观索大闹翠平山 拼命三火烧铸家庄 就是这只鸡 让古上早石鸡 拼命三郎石秀 并观索杨雄 遭到铸家庄的追杀 这石鸡还真不愧是江湖上出名的盗贼 走到哪偷到哪 铸家庄离梁山伯不远了 梁山伯想要什么有什么 可他却缠到巨头 也能理解 他是小偷 且也惯了 也正是这只豹小鸡 改变了梁山伯的权力格局 那时的梁山伯 托塔天王朝盖世老大 即使与宋江只是老二 明着或暗着都一样 这老二一直想取代老大 可一没机会 二没大功 三也没那么高的威望 这个时候 朝盖的势力略微高于宋江 这个时候的宋江 整天无所事事 最多的是与志多星无用研究签书 闷得够像 打铸家庄 宋江早就想到了 铸家庄只是村房 容易打 与县城比起来性价比高 可没理由去了 跟朝盖说 他要下山立功 显然不合适 派兄弟下山找岔 也不合适 万一输了 更不可能取代朝盖了 最重要的是 没有理由下山 等同与打家结社 宋江可不想背上 为了立功 而打家结社的恶名 新水浒传正好 一只鸡出现了 十千被擒 石秀 梁兄少李英也无济于事 只能来到梁山伯 宋江为了下山立功 下了血本 圆着倒 宋江府遇到 田地修生一心 此事山战号令 不得不如此 便是宋江 唐有过反 也需斩首 不敢容情 如今 新建又立了铁面孔木 陪宣作军正司 赏功罚罪 已有定地 田地只得恕罪 恕罪 施赖安水浒 转百回本 第四十六回 铺天凋亮 修生死书 宋公明 一达住家庄 宋江破坏规矩 这可是少有的事 此时 他也没办法 真要杀了他俩 下山的性质就变了 不是救兄弟 而是像山贼一样 打家劫舍 就这样 宋江可以下山了 还以一句 指射哥哥山寨之主 岂可轻动 稳住了朝盖 打下住家庄 宋江收获很多 功劳大 朝盖也没这么大功劳 江湖地位提升 那时候还没有 哪个山寨 去打那么大的村房 他做到了 江湖人都钦佩他 众兄弟福气 好汉们都是打大杀杀的 宋江驾驭不了这些人 此次宋江用至谋获胜 好汉们会更加的钦佩他 心水虎传这三点 让宋江在梁山伯的被动 变为了主动 任何他的兄弟多了 很多还成了他的嫡系 功劳 名望超过了朝盖 整体势力也超过了朝盖 经此一战 梁山伯的权力格局彻底改变 宋江超过了朝盖 成为真正的梁山伯之主 正说历史与文化 笑叹三国与红楼 叹密西游与水湖 戏品神仙与智怪 微信公众号 蒙书生 平洋 我替雨